政府将拨款8亿元 协助在高警界解封第二阶段 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度过难关 财政部表示 目前无需动用国家储备 这笔款项来自原本拨作发展之处的基金 在援助配套下 除了餐饮业 表演艺术及艺术教育体育领域业者 将获得额外的雇佣补贴 补贴额将上调到50% 记者洪宝林报道 财政部长黄勋财召开记者会表示 为了保住本地员工的饭碗 政府将为因防疫措施收紧而受影响的行业 提供更多雇佣补贴 在这期间 必须暂停大部分业务或全面停业的领域 雇佣补贴将上调到50% 这包括健身房和表演艺术团体 至于无需停业 但业务仍受显著影响的行业 雇佣补贴将增加到30% 这包括零售店 戏院 博物馆 室内游乐设施和提供脸部护理服务的美容院 政府也将给予 其中小企业和年营收不超过1亿元的非盈利组织租金援助 除了小贩摊位和咖啡店 租用政府旗下产业并符合条件的租户 都将获得一个月的租金减免 至于租用私人产业的租户 国内税务局将直接发放半个月的租金援助金给符合条件者 我希望企业可以好好利用政府提供的雇佣 雇佣补贴留住员工 即可获得最多500元补贴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